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植物 名叫奶浆草 俗称雪剑蟲 原来它的价值是这么高 朋友们 你认识吗 香煎物咸草 用好及时宝 大家好 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在我们农村的大陆两旁 有一种很常见的野生植物 名叫奶浆草 懂它的农村人 把它当成宝一样 种着挖回家 奶浆草这植物 晒干之后在网上卖到 30元一斤 卖的比猪肉还要贵 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市场价值 大家来看一下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认识 与了解的植物 奶浆草 它的整个植株 扑伏在地面生长 从外形上来看 长相酷似 马齿线 所以有人称它为 缩小版的马齿线 奶浆草 因为它在我们国家 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在根据它周边的环境 以及气候环境 人们对它的称法呢 有很多 例如 雪剑筹 地金草 铺地红 红线草 铺地金 小虫窝袋等 奶浆草 常生于道路两旁 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 因为它有很好的市场价值 所以 在木农村 有人去大规模地种植它 奶浆草 是木农村 很常见的一种植物 因为它的繁殖速度很快 如果生长在农田里 它会严重阻碍 庄稼的生长 农民也讨厌这种植物 把它当作杂草拔掉 奶浆草 它的金是红色的 所以有些地区的朋友 又叫它红丝草 大几棵植物相同的特点 将这种植物的金 切断之后 就能流出乳白色的姜叶了 所以大家都称它为乳姜草 奶浆草 它的叶金 扁扁的 这种植物的表面 带紫红色 单叶对生 拿回家之后 把奶浆草淘洗干净 这么民间 一般都是老人 采用奶浆草和鸡蛋呢 打在一起煮茶喝 尤其是家里边 有宝宝的女人 经常喝一些奶浆草打鸡蛋 宝宝就有吃不完的奶水了 好吗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这种植物吗 看看评论区大家是怎样说的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此 喜欢观看此类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 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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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